词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 一个月一讲 一个月一讲 时间又到了 还是大家提问题 我给回答 这个问题谁可以举手 你说 我听不清楚 他说什么 妄想不断 他说 以前讲过 说妄想起来的时候 佛号对峙 但他现在的状态 就是妄想不断升起 然后这佛号提不起来 这种状态 这个 就是妄想起来 就马上对峙 但是呢 他并不是说 一个妄想 一句佛号 你说 这妄想起来 马上一句佛号 那你成天嘴就念 都没有完没了 都累死了 是不是 你就说 隔一段 你比如说 起个三个五个妄想了 一看比较大 所以说马上就念佛 这就可以了 如果说一个妄想 一个佛号 一个妄想 一个佛号 理论上是这么讲的 但是最后 能把你累死 还抓不住重点 这妄想 它有粗有细 有大有小 有极和有情 你得抓住那个重点 那个妄想 去念佛号 这样的话 你比如说 走到赛堂 要吃饭了 要吃饭了 你就吃饭了 他没说别的 你要说 今天这蛮脑好不好吃 你念着佛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把这个妄想 他要吃饭了 那谁都是一个正常的意思 就没有必要去 就紧着去念去了 这样的话 你要吃饭了 下个妄想 这个饭好吃 我多吃点 你就下一个念佛 他就行了 头一个就不用念 他你隔个三个两个的 就是说这个王强庆 你先不念 那重的 因为他隔两个以后 那王强他会加重的 他一看你没管的 他就加重了 加重做好 你就实际给他一句佛号 就完事了 这样就可以了 要不你那么念就非常累 好 让奖励 好 让奖励 誰還翻一下 那樣說現在是姑婆婆不多 然後她晚上睡覺的時候挺精神 想靜靜一會兒 但是又怕第二天太累了 怎麼辦 你就一覺奉行 就是說晚上不困 也得躺著休息去 為了第二天能有一個好的一個精神狀態 這樣比較好 你不能說今晚我不困 我就精神了 明天就打不起精神了 這樣的話自己就把睡眠的生物種破壞了 破壞以後再糾正就不好糾正了 另外對自己的正常的修行反而不利 應該顧錢大局吧 哦 誰還有問題 哦 你說 警理人士 第一次有個問題 剛才師傅提到說那個官場來 就是用那個火爆發主的對峙嗎 像以前的主持大的 都說現在末法時期的人根性差不如古人了 你慢點說 我現在耳朵不知道怎麼跟不上你 就是說那個主持大的嘛 然後都說我們現在的人都不如古人人心好的 然後只要靠一句佛號或者一句話頭 然後就是不斷地去做 然後才能要多生死 然後第一次很慚愧 就是這個一打的話馬上就進入冠軍 然後就是老實在相反 然後像師傅說的 這樣說不打幻想 就是說還適合我們現在的人嗎 就是主持大的說 現在你可以打幻想了 是這個意思吧 就是說不打幻想呢 那是政法時期的事兒 現在末法時期可以打幻想 打幻想也可以亡上希望 是這個意思吧 哦 不是師傅 不是啊 那你啥意思 就是那個以前主持大的說 主持大的是誰啊 你說是誰 就是說像你看那個 像那個薰老闆說 薰老闆說可以打幻想亡上盡頭 就是說像薰老闆說 他就說那個就這樣什麼 像是我們末法時期的人 後來就說 就是參禪後來 拿到煉火一門深度去做嗎 徐老闆說的 末法時期就是除了參禪 完了就煉火一門深度去做 其他就沒有了 就是感覺就是妄想實在太 太厲害了 什麼事 佛在世術也有妄想 哪個時期和那個末法時期 它沒有什麼團團的關係 妄想啊 只要托勝到淫 它就有妄想 妄想是淫的本來具備的一種業力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佛在世術也得克服妄想才能成到的 王聖西方你也得克服妄想才能去的 哪個主持大都說不用克服妄想就可以去的 那個沒聽說過 像《彌陀經》那講的 要一日要七日 才能王聖彼國 那都講得很明白 我們怎麼現在就主持大德出來 這個主持大德你還能勝過這個境啊 勝過佛說的 是不是 有時候這個 我們學佛首先就克服主持大德 一法不一言 你這個東西 這個現在很多的人就是拿主持大德的話 比佛話都重要 這是一個本位電腦的 主持大德啊 有些確實是主持大德非常了不起的 有些主持大德這是大夥認可的 或是某一個修行方式得到大家一種認可 或在某一段或是某個人 所起來的主持大德 所以主持大德不能作為一個說法的標準 應該以神為標準 以佛經 以佛的戒律為標準 所以說墨法司機更得一法不一 現在主持大德太多了 都出來說話 特別是大德 那主持還好一點 那大德呢 現在有些大德都是培養出來的 啊 所以說你 千萬這個一定要克服這個東西 一定要墨法司機也好 墨法司機更得注意這個主持大德這個詞句 一定依法不一言 戒律這麼說的 佛經這麼說的 除此之外 你要符合佛經 符合戒律 那就主持大德 不符合 那我就不認可你 不管誰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得注意 啊 墨法司機 這個克服妄想這個問題是 在什麼時限都是有的 主要是你 你著急不行 啊 你別老惦著什麼 那個墨法司機 墨法司機對我們來講 既是一個不好的一個因緣 同時也是好的因緣 好的因緣是什麼 是我們能在這裡 武作惡事 能夠啊 站住腳 能去跟武作惡事去拼搏去 能鍛鍊我們 這是難得一個機會 啊 另外呢 佛菩薩能全意 全意地綁住我們 啊 能伸出更多的手來 來扶持我 讓我們早早成就 啊 所以說正法司機 你都得靠你自己去努力去 啊 所以說墨法司機 有墨法司機的好處 所以那個 不要把這個墨法司機啊 就 掛在嘴邊啊 最後把自己的意志都消沉了 啊 那墨法司機 那你乾脆就什麼也別修 就墨法司機 那可真墨法 啊 所以說法不在於 沒有墨啊 主要在淫 淫的思維 如果正確 它就正法司機 啊 最起碼的 現在說 雖然墨法司機 也得說個正法年代嘛 對不對 啊 所以做點兒子這個意義就行了 啊 師傅 那就是我們平時 就是我們主要平時 就是按師父說的不打妄想 不打妄想 不打妄想 從佛在世的時候就那麼講的 不是為主 就這麼修 我們為什麼成為眾生 就是妄想太多 成為眾生 為什麼能成佛 就是沒有妄想 就成佛 所以說你不管從古到古都得再克服妄想 妄想少了我們就成就 妄想少了我們就有神通 妄想少了我們就清靈 妄想少了我們就妄想 這個妄想啊 它就是 我們現在跟誰鬥 就是跟妄想鬥 妄想鬥 包括這個世界的外面的一切的物質 一切的現象都是妄想所畫來的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感受 也都是妄想所形成的 所以說我們不和妄想鬥和誰鬥 所以說除了妄想我們就沒東西了 所以說和妄想鬥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別對妄想抱有一種 一種另外可有可無的 是我莫法實際才勝出妄想的 不知道 這是一個必言之路 妄想也不是一下就克服的 一天一天的克服 一年的克服 成年累月的克服 或是集聖集市的克服 這才可以 好 答案請問 這還有問題 好 你說 許多指揮 許多指揮有一個問題請問 許多指揮上去 就是如果知道 或者判斷出妄想 或者每一層妄想就是斷掉 或者說不必緩的每一層妄想 斷還是沒斷 就是往前走就什麼都不要管 這個吧 出妄想 西妄想 我沒有必要去管的 因為你今天假的斷了 明天又起來了 斷了的自然他就斷了 斷了他也不知道是斷了 等到你打妄想的時候 才能知道他是斷的 真正斷他不會有那種感覺 說我的出妄想沒有了 或者我現在正希望想了 這個沒有必要去計較這個東西 就是說你一計較他有停 有住 因無所住生氣氣 就是說不管 就哪怕明天今天是鄭羅漢國的 我也不管他 我今天該怎麼修還怎麼修 這就是對了 你別想明天要鄭羅漢國的 我來這高興高興 明天肯定這麼長 這一下就當了事 因為你那個信他不是鄭羅漢國的信 有所住他就不可能 那事 所以說一定要記住秀行眾 就是說應無所住生氣氣 所以咱們呢 這個雖然也講次第 以戒為次第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能符合這個應無所住 但密中呢 就是說以秀行的這個 哪個城市 我現在到哪了 他以這個為為次第 表面上對大家是一種鼓勵 另外呢 也對自己也是一種印證 單有一個毛病 一個是慢性 一個是有所住 有所住 這個就是說 有所住很難克服掉的 很難克服掉 所以說你稍稍有一個念 你都不行 所以說佛經也講過 問那些羅漢 說你 振到羅漢你有什麼感覺 他說我不是 沒有感覺振到羅漢 所以我是阿羅漢 就是說他沒有住的這種概念 就振了果他都沒有住的概念 所以他是阿羅漢 當你知道自己是阿羅漢的時候 那種信已經住在那塊兒了 有時候反而不見得是阿羅漢 所以他沒有那種概念 這才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修行一定要注重那什麼呢 應無所住去生氣氣 這個很重要 特別是我們這個初級的修行 這個千萬別回頭醜 我經常強調 我說你別回頭醜 你一回頭醜 看看秀行走得挺好 你只好一回頭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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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就有所住呢 因為定力不足了 沒有後勁的 他到那塊兒自然而然呢 就回頭想瞅一瞅看一看 這是一個大病 一個大病 越是這個勞修行 他越容易有所住 檢查檢查自己 到底修得哪了 我現在怎麼地了 他老去看你 越老去看你 他進步就不大 老在原地畫圈 你看那個 原來我強調 就是說修行佛法 最好什麼都不懂那個 似乎告的他就做去了 他也不知道怎麼畫圈 怎麼去衡量 我現在修那 他也不知道 反正似乎告的就往前走 反正他走得很遠 走得很正確 因為他沒有自戒 所以頭一管我過不去了 你待下一管就告你 你今天修得哪了 明天修得哪 得了 你再給補充這個廢物 也差不多 所以說這個 這個至於 楚妄想西妄想 所以在教理上有劃分 我們應該明白這個事兒 但是我們千萬別去用它 別用 他楚妄想西妄想 魏夷妄想 右眼妄想 他不都是妄想嗎 理論上可以去說 但我不能用它 不能給自己衡量什麼標準 那沒事兒 打份兒 晚次給自己下定義 那都是 說不好聽話 那是自己找死的 就把自己後面的修行路 就堵死了 千萬別這麼做 至於你正道了以後 你回頭 你看到實相了 看到它的過程了 你再去講這個事兒 這你說 也夠資格 也知道是怎麼事兒 你現在就說 沒修的理由 現在就研究楚妄想西妄想 偽系妄想 永遠妄想 完了 你這個道就沒法修了 就沒法修了 所以說這個妄想 為什麼克服妄想 這妄想真的還 修到我們平時打的妄想還差一些 平時你說我吃飯了 好吃不好吃 這妄想很輕站不住 特別是最仗道的什麼妄想 對你修行下的定義 我修到哪了 你看這個妄想 同樣也是妄想 但這玩意可中了 可傷害人了 所以說你要是罵人 這個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這掺和掺和就行了 你要說你沒見佛 你就說佛來了鬼來了 那重罪 為什麼呢 它正好影響你的道信 它影響道信呢 它毀你罰人毀命的 所以那個不行 你看罵人它影響不了的 所以在修道中一定要注意這個 雖然秘眾這塊 他們喜歡這麼大份 一個層層 一個層層 因為演技有演技到了 我不清楚 但是我還是贊成這個 應無所入升級性 這個方法 比較恰等 因為在這個場合 我有體會 最後才敢跟你們說 那個我沒體會 所以不敢說 好 好 後面 坐 方祢伯伯師傅 彼子傳遂 彼子就是很容易在昏塵的時候失去正念 彼子想請師傅慈悲開示 怎樣在昏塵了以後 還能及時的去提起正念 克服這個昏塵 昏塵本身就不是正念 但是這個昏塵它也有兩種說法 你放逸的昏塵 它肯定沒正念 你說我不放逸 你說我在念佛 念念佛我就睡著了 那個正念還在 還在 它只不過是生理的疲勞或其他的原因產生的 所以它正念還在那塊兒 你想想將來我們馬上就要搭氣了 搭氣為什麼說 不讓你去睡覺 要你去打坐 有時候打坐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也就 有時候就難免有的就睡著了 但你那正念不是 有的就不動講 說你看你們又打氣 又又不停的 有的還在那困著 困著回床躺一覺睡完了 睡清醒再去 但你睡躺下了 你那正念就沒了 你看你盤頭在那 混著混沉著 那正念還在 還能剩不少 你等著你躺著床 那一下就沒了 所以說那個說法 看著是有道理 你睡足了 你回去再去念 你還靜止 完了打坐也靜止 它連續的這種動靜就沒有了 就像爐子似的 爐子 您說不 現在都不剩爐子了 過去的老百姓家 小爐子 鐵爐子 鑽爐子 都能晚上睡覺的時候 都是和點四枚 搁點土 給它蓋上 蓋上以後 你就是眨個眼 叫它慢慢的著 著一許 看吻吻的 第二次你做飯的時候 一啥火就上來了 火始終在那裏的唇子呢 它始終有火 這叫暖法 所以說它那個念 就是火總一直在那隔著 你等著去睡覺呢 就像爐子烙烙烙 烙烙 等著你醒了以後 還得重新上去 一個是廢事 另外 長時間的話 我們的念頭 逐漸逐漸的 就沒了 所以說這個混沉呢 怎麼混沉 不要過分地強調 這個 說我打坐了 我正念不足了 我也困了 就絕對不是了 那也不是這樣 所以說應該和平時睡覺的混沉 應該區別開 我們在客戶不了的情況 因此去特別打起 應該坐著去打個盾 也不能去躺著打盾 所以說有時候躺著打盾 我就拿腳踹的 為什麼拿腳踹 我拿手霸的 我腳都不值得 我腳的 腳踹的 我腳都已經對得起它了 他就適合拿腳踹了 你等著他坐那塊兒睡了 我就頂過手拿手碰一碰 我還尊重他 因為他正念還在那塊兒 還在那塊兒 所以這裡是有點區別的 所以怎麼克服 就是說自己一個給自己下一個正確的定義 另外再一個就是說盡量去克服 這個正念它不是一下就起來的 它得通過長時間定力不斷地克服 一點兒而來的 一點兒而來 有時候你看你今天做得挺好 明天你要放一天 你這後天就又不行了 他定力他送了 就像那個重視 那個弦一上幾了 他走挺好 一旦弦沒了的時候 他就不動它了 所以說這個 定力的一點兒的培養 這個困難的一點兒的克服 好 你說 師傅 怎麼交出盈餘性 這個吧 一個是不經過案 這不經過案實際上很有效的 因為這個盈餘性 我們的每個人他都會有 都會有 但是不儘管他能夠把這個事能看淡了 或是噁心了 或是說 這個能控制這個這個東西 就是說一個假象 假象就能把它看過 剛才我講了 這個臉的表情和心理的渴望 他就是一個假象 他就是一個假象 就是一個幻想 我們主要是一個少打幻想 另外呢 做不經過 這事兒慢慢就會減輕的 這個不經過呢 那個 有時候這個書上介紹的 和自己想象的 和自己想象的 這樣的話 還是很有用的 很有用 另外再一個就是 多提起正念 多提起正念 遠離一些 過分的接觸 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信呢 就能聞到一些 因為我們這個生理啊 它都在每時每刻的 都是要往外跑的 往外跑 所以我們就得時刻警惕著 另外再主要一個 別吹牛 別吹牛 為什麼吹牛 你一吹牛 說我的音域性課 我差不多了 誰來我都不怕了 那肯定的考驗非常重 一年二年就給你能衝的 差不多少了 所以說謹慎 完了再加上不經過安 再加上那個 松井提起正念 這樣的話就會很好的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以前造的業 怎麼做能夠 小城市裏面的果報 掃清的果報啊 我所說的就是不如你 成印果報 幻影果報 幻影果報 有時候你幻影果報 反而減少果報 我以前給大家講過 幻影果報 說那個雷啊 就帶頭頂打 原來在房頂打 打一打就跑頭頂似的 帶頭頂叫 那雷一聲接一聲打 後來我這玩兒真打 怎麼著呢 後來我就 發了一個念頭 發了一個念頭 我說我造了無死結的業 如果需要雷屁死 就屁吧 該屁死就屁死了 別客氣 等我這個念 剛說完的時候 那個雷啊 一點一點的 從頭頂慢慢的 就到房頂了 在這到空中了 就那種感覺 離得越來越遠了 他雖然是僥倖 但是這個事兒 也說明一個問題 你真敢承擔 那這個業力啊 反而就會減輕 好 嗯 你說 那邊 你說什麼 什麼 你說 你說什麼 我靜下來了 他還沒有 我睡著了 靜下來就睡著了 靜下來就睡著了 你怎麼保持這個狀態 怎麼保持這個狀態啊 睡著了 反正不是好事 不知道呗 睡著也不知道呗 靜了就睡著了 靜就睡著了 靜和睡著是兩個概念 你看睡著了 搭乎了 搭乎了 這都是睡著的現象 靜下來 真正靜下來的時候 他沒有搭乎了 我知道你沒搭 就是說什麼 這是一個現象 另外再一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靜下來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 說我在靜的之前 比如說我念這個 念靜 正念到阿彌陀佛那塊 我突然靜下來了 等到你在睡著了 等你醒來的時候 你如果你說 哎呀 下不下電 這說明你確實睡著了 如果你還是 那個阿彌陀佛 我剛念完了那句話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還沒念完呢 這時候你確實靜下來了 靜下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是你原先那一段 突然斷了 突然斷了 但是你醒了以後 還能連結上 這要給靜下來 你看徐雲老和 那個那個 十五天 那個煮那個紅薯 也是地瓜 比如說煮地瓜 地瓜是土豆 人不到了 完了等它煮呢 正煮煮 擺了好了 然後鍋蓋一放著 他一下鹿丁了 鹿丁他醒來的時候 第一個概念是掀開鍋蓋 這碗熟沒熟呢 他十五天以後 他問的熟沒熟呢 最後都長足了 他那就要靜下來了 等到我們現在很多的 都是假靜 就是說 看的是當時念頭 書也少了 一點沒了 沒了 這就 我等到醒了的時候 哎呀 這叫睡也挺清楚 或是說這個 我這已經過這麼長時間了 這種那個分別念還在那裡呢 分別念它沒斷 只不過是一種假靜 這個就不算一個震靜 所以這個得區別 那個睡覺就差不多少了 所以我震靜的 它沒有煩惱 震靜沒有煩惱 就是說我靜下來待這塊靜下來 等我醒來的時候 就像沒有什麼我靜下來這種感覺 他沒有靜下感覺 該幹什麼呢 還幹什麼玩意 最好兒子 最後兒子等到回憶的時候 突然講啊 剛才這段時間 一看表啊 過了好幾個小時了 我這段是靜下來了 等你要直到剛才已經靜下來的過程中 說哎呀我醒了 哎呀剛才我靜了下來 這往往都是假靜 你不至於把那個標準降低了 也不至於把他弄錯了 啊你別不假的 說你現在靜下來了啊 使他睡著 你應所靜下來 這就不合適了 嗯 所以這個標準呢 因他不好分析啊 這虧了徐云老航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例子呆著啊 這麼通過他這個事分析啊 就能知道了啊 所以說這錄定和除定 它沒有區別 啊 當他錄定的時候 他不知道 除定的時候他也不到 等你錄定也知道 除定也知道 實際上你的聘費是真正的錄定 是吧 這也是有區別 所以別給自己打錯份 打錯份或以這個為標準 要求自己 這樣的話 我們就離禪定很遠了 有時候錯誤的判斷 有時候會犯亡語的 啊 嗯 有時候思維一開始 就是其實以前不太昏塵 打錯不昏塵 後來也挺看不起那個昏塵人的 嗯 然後現在一直昏塵 不進山堂還好一點 進山堂坐在那塊就昏塵 一直在懺悔 但是沒有什麼笑話 所以那得咋辦呢 咋辦繼續進吧 那玩意 你笑話別人 或不笑話別人 這不重要 啊 這不重要 關鍵是你藉著坐 這很重要 你說我以前 因為笑話別人 我現在就是昏塵了 嗯 這個不是 不是理由 不是理由 啊 因為啥呢 就是原先沒昏塵 只不過是那時候 你可能 鏡頭比較足 啊 現在可能有點懈怠了 啊 但是呢 就是關鍵是昏塵不昏塵 就簡直坐 這個很重要 不能 嗯 那你不進 那就不睡覺了 所以說不睡覺 還敢不著睡覺呢 你知道嗎 不有一句話 硬在大廟睡覺 不在小廟胡鬧 是吧 雖然和這沒啥關係 但是說明什麼玩意 睡覺也批你在外面胡鬧搶 是吧 所以說 禪堂啊 你想一點不睡覺 那是不可能的 肯定要有這現象 所以說這個睡覺和禪定啊 他倆特別相近 特別相近 有時候這個這個 你有時候你到餐堂想睡還睡不著呢 想睡還睡不著 但是你也別去硬去睡去啊 到餐堂把那個背衣捂著 完了那個腿一拳起來 完了那兩個洗 你倆全弄一致下不渴 別人看他坐挺直 完了就開始睡了 這就沒啥意思了 就是說我們去了就正地八點坐 至於他睡著不睡著 那沒有相反嗎 這個睡著你以外相反一打 慢慢就這個勁兒慢慢過來就好了 殘定也是一點二三的 好 你說 好 你說 現前了嗎 就是有時候好像是那種 你不確定說 你不確定你還說啥來的 啥都被想了 不確定啊 那還是妄想 因為啥 你沒掺到話的前頭 就哪怕掺到話的前頭 你還得繼續站 因為你還有一個鞏固過程的 所以說我剛才講了 應無所助生氣血 千萬別回頭看 我現在掺到哪了 我現在是不是有點那個意思了 當你一想的時候就已經退步了 它就像一個洪流似的 那水不斷地往下走 當你站在那塊兒 回頭看一眼水這麼急 實際上你已經 隨便是看著是水 找著很好一個理由 觀察觀察這水情 但是實際上你已經站那塊兒了 別的水已經早早地衝過去了 那個東西它是不容控的 必須跟著水流一起往前走 燦話頭也是 我就是往前踩 不回頭 不回頭 就哪怕送咒 我正好送的這個樂園咒 我送完樂園咒了 比如說我送到這個開頭那塊 第一部分 等我上廁所回來 大夥已經送到這個第五部分了 那我送哪送啊 大夥送到哪 你從哪開始就完事 不要執著你那個想法 就是說形成一種什麼呢 隨眾走 沒有自個的念頭 別回頭 這是修行的很關鍵地方 還有嗎 你說 師傅 弟子有問題 師傅 弟子在那個 啥也不想 啥也不想 大公布 但是 書傳說那個 對情需要花大願 我都沒聽清楚 什麼話呢 下公布 啥也不想 什麼大公布 嗯 下公布 這和發大願什麼關係呢 對 是不是有矛盾的嗎 上不穿什麼都不想 這個大願吶 這個 普賢菩薩 那普賢菩薩 也告上這個 這個要發大願 這個菩薩也說發大願 包括這個 這個 尼多景 也告上發大願 很多景都告發大願 這個大願呢 很主要的 如果不發大願 你沒有動力 沒有動力 沒有發大願 沒有發大願 說明你修行不到位 但現在不是了 現在的人給解釋什麼呢 發大願就是你從嘴 塑一塑 你要跪著佛前 捧著書本 把背好的詞念一下子 他說這是發大願 他說這是發大願 他提醒老恩說這是牙疼咒 牙疼咒 說是牙疼的咒 就是說這個東西都不起作用 有時候還可以 有時候還可以 什麼是發大願 大願都是沒不打妄想的時候 一心設心 一心設心 這時候才能夠 離向的時候 這時候大願突然起來 這時候你發的真正的是大願 這個願它不退轉 它是離向的 這位大願 如果你有向就發 說我這個 我請眾明天我就專門看殘舍 活我都幹了 這是你一個發信 但絕不是大願 你把這個發信當成大願了 這就不行了 所以說為什麼那佛菩薩 經術裡都要以發大願 那個大願一定是成就的一部分 成就的一個接體 所以說把大願和我平時表決心 那是兩個概念 你現在這個黨員呢 都在黨長上 在平時開個什麼會兒 都寫起一張紙 簡決如何如何 和王國大願命 您的更有意思了 劈零劈孔 都是什麼 都是劈秀 一閃念 你說當時是大願了 現在全改了 是不是 現在還敢劈零屁股 現在孔子多吃香 還敢劈零屁股 你說這個願它怎麼 它要是大願的話 為什麼它還變 那都不是 那都是隨應形式的一種口號 所以它不是大願 佛教的不能低級到那種程度 有的把那個佛法的大願 給低級到什麼程度 和那個王國大命的那種說法差不多 像喊口號似的 那不是大願 佛菩薩法的願 都是正式的願 而不是說是個想象的法出來的 而是那種心理自動所涌出來的 還涌出來的 當你嗅到一定程度 你越是不打妄想 這種涌出的大願反而容易出現 你老打妄想 那你這一輩子恐怕都不能出來 說法大願永不容易也不容易 上回我講了 什麼文禧菩薩 問文書說我怎麼沒成就呢 文書說你心力未到 大願必須心力得到 心力到了才能法大願 所以這裡也不容 把他理解騙了 也不允許我們這裡給他解釋騙了 聚師一問 發大願 那你在佛前造那個什麼樹念念嘛 這就發大願了 還有的 乾脆說 師父我都發菩薩的願了 我現在怎麼還不成就呢 他把假的當成真的 說怎麼成就啊 連個真假都弄不清楚 你還想成就嗎 是不是 所以秀行啊 來不得半點假的 一定看看佛菩薩怎麼做的 千萬不用世俗那個腦子去看佛境 你世俗腦子看佛境 他離佛十萬八千里 十萬八千里 佛菩薩那講 佛講的那種境和菩薩發那種願 能像我們想像那麼地俗嗎 那麼沒智慧嗎 像小孩子呢 拿去就說 這就是大願了 那佛菩薩那種有無盡的智慧 他都是從本自性裡出來的東西 所以說發大願 越不打妄想越發大願 這個大願你不要著急 你只要把大願的改做的事 你先做著 到一定程度了 他肯定能發起來 好 下面還是有問題 好 你說 阿弥陀佛自己請說話師 魏蓋師 在射心的時候 在看妄想的時候 有時候發現可以準確用語言描述出來的東西 可以明確是法妄想的 但是有時候在觀察的時候會發現有一些無法用語言描述的 感覺像是有是無的東西 這時候如果再去觀察它 他就感覺這個注意力好像又被他給摔走 像這種一發表述就感覺到這個東西 是不是屬於比較細的妄想要比較明顯的 在觀察這個初妄想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先把它放棄 這個阿伯呢就是說 不能用這個初妄想和細妄想來解釋這個問題 因為它那個細妄想和幽隱妄想 它非常的動力 你得你得你得有一種 換句話說你有天眼的時候才能看到 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我們所能想像的東西都是初妄想 都是初妄想 剛才你說什麼忘了嗎 因為感覺上有些可以有語言描述出來 比如說能感覺這個妄想是在想說 明天我應該幹什麼幹什麼 昨天我忘了什麼 這個是可以描述出來的 但是當這種描述出來的妄想可能克制出 或者它自然消亡的時候 有時候會發現出一種像是有是無的那種 或者像情緒啊 或者像什麼 沒辦法用能詳細描述出來的這種東西 所以這時候就在考慮說 這個要不要再追逐下去 這個金剛竟有那麼一句話 就是說應無所住生其血 當我們觀察到妄想的時候 觀察妄想 什麼叫觀察妄想 就是說妄想起來了馬上滅掉 這叫觀察妄想 這叫觀察妄想 不是妄想起來了 我視為它究竟是啥意思啊 它想幹什麼啊 它滅掉了以後 它怎麼還有點負面情緒啊 它怎麼還有些躁動啊 這都是什麼呢 這都是一種啊 齊心動念 齊心動念 這是不正確的 所以說你捧住一句話 應無所住生其血 不管它妄想來 不管它妄想來 來了以後 不要讓它站住 至於它裡面有沒有威脅的 是什麼 千萬千萬不要回頭去瞅 應無所住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不要回頭 不要去視為去 就哪怕你今天 你救了個淫 救了個淫 你感覺到很好 甚至你今天給別人講法了 別人稱讚你非常好 講得非常漂亮 非常的準確 你都不要回頭去視為它 哪怕這一念 說我想想 剛才這個錯 你有這一念 這叫什麼呢 這叫住 應無所住 你已經住了 所以說你千萬不要回頭 就有一種什麼心呢 走在野地裡 老百姓講的 到後面有倆爪子 當你肩膀的時候 千萬你不要回頭 那狼在後面等著你呢 你一回頭 狼就把你脖子咬著去 一下就給你吃了 你得有這種心 你一直往前走 博瑟什麼都不敢回頭 不敢想 反而你能逃過一命 所以說這個對妄想的處理 在這個上是一個關鍵問題 因為我們時間長了 都會遇到這個事 到底這個妄想 要不應該追求下去 要不應該觀察下去 都以為這是觀察 都以為這是一種正確的方式 它究竟是 有的法師也講 它究竟從哪兒生起來呢 它從哪兒滅呢 最後一看 最後它沒有根 我這回誤了 實際上 你要看這些樹 就誤導你了 要有這樹 我樹什麼都不讓你看 因為太誤導了 你千萬千萬就是說 妄想來了 來了 我不去想 我也不去觀察去 你反而是走到一個正確的道路 甚至卡個跟頭 卡個跟頭 我都不考慮 卡那個腦袋有沒有那個抱 我連想都不想 至於誰創我 我也不去考慮去 我就往前走就完事了 所以你這麼修行 你才能夠超越妄想 才能真正的控制妄想 妄想才能沒有機會 在你的心裡繼續生起來 你哪怕說射心 我射了很長時間了 我已經有半個月了 修得非常好 我總結一下子 現在我通過這件射心 我有所進步 這叫什麼呢 有所住 你射心都不能有 幾十年如一日 你這才叫射心 所以說這個 大家提的問題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它這裡確實有誤取的 誤取 而且誤取很大 所以說為什麼有時候 不讓你看那些書 好像排外似的 排是三字 因為你看不懂 你看不懂啊 最後就被它轉了 或是你給誤解了 這是個毛病 另外有些書啊 都是一些 願意寫數大德所寫的 他願意寫數 願意描述這些東西 所以說這些很 數不是所有的數都能看 為什麼我挺稱讚的 大祝和尚路道要門啊 黃破禪是傳訊法藥啊 達牧之誌是四横論啊 為什麼要你看這書 那都是幹活 沒有落落縮縮的事 誤導也比較少 可以說沒有誤導 沒有誤導 有時候 很多人他就不願意看這書 願意看帶有故事性的書 特別是那個那個南華錦地書 看完了 心情可舒暢了 又是什麼賣臉了 又是什麼什麼東西 看完了一看 到底是什麼究竟是佛教 還是七共還是道教 你弄清楚了 看完了以後這天地 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 最後和佛法一點關於都沒有 所以說這個這個看書得加小些 別看書多 真正能看的聘不太多 也不是書不好 有時候是我們沒有實際修行 我們根本就轉不了書說說的一切 他就說對了你給理解錯了 是吧 何況他說錯了 你又把它當上對的 你說這會兒你怎麼想 你說 有時候為什麼天天講一講 過夜段講一講 就是 就是 避免這個東西 避免這個東西 要大家有一個正確的一種概念 去理解佛法 好 下一個 這個問題 就是剛才說的這個 平時比如說注意力是放在這個 師傅說要看 妄想起來了 別讓它相遜 但是這個要觀察那個妄想起來 別讓它相遜 這個觀察就是注意力所在 這個注意力就一直要保持下去 好像才能不讓它一直相遜 我講的什麼叫觀察 不管是觀 但是有時候想要不觀的時候 有時候猛然一回頭發現 剛才有個事情已經相遜很長很長的時間 一直想一直想沒法決 沒法停啊 是你沒停 你老相信這個 你老相信這個觀是正確的 是你相信的正確 你要知道了這個是毒藥 你還嚇過愛吃的嗎 沒有一個說發現毒藥嚇過愛吃的 是不是 你因為它不是毒藥 這玩意還可以用的 挺有點意思 這想一想 觀察觀察 講得還挺好 所以說你沒把它化成毒藥 你要把它發現了 說它就是毒藥 它就影響你成活了 你說什麼呢你也不幹了 是不是那麼樣 好像這個擺盪 你沒這個擺盪 發現不講妄想 不是不會發現妄想 有念就邪 不是沒發現妄想 就是說 在你沒發現妄想的時候 所有都是妄想 我們什麼時候沒有妄想過 要我們沒有妄想 我們早成佛了 是不是 早成菩薩 我們現在不能放逛東地 我們又不是菩薩 那就說明我們整個都是妄想的 你都不用合去跳 跳不跳的 這一過都算上 連磁帶合的 沒有一件不是妄想的 連合理都不用合理 所以你必須對自己有個正確辦法 說我現在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不是妄想 有一個是妄想的 這是一種什麼呢 錯誤的理論 我們就說齊心動念 無不是罪 無不是業 這佛經人把講得很明白了 我們不聽 那你聽什麼玩意 齊心動念 沒有不是罪 沒有不是業 不管你想的好跟外 它都是不正確的 當然了我們生活中不可能不想 想了以後我們應該知道 它是一種錯誤的 是不得已去想的 但你不得已想的 怎麼辦 你不能當成一個正確的東西去留著 我去想掃地 這是我一個正念 雖然掃地 確實幫助人 那也是一種邪念 只不過是邪念之中的一種好的念頭之而已 我們可以這麼做 我們可以去大家這麼勝存下去 但是不能因為它有帶來一點好處 我們就給它定一個正念去 這個念頭啊 沒什麼條件可講的 齊心動念就是錯的 就一句話 你應和條件別講 法律就這麼規定的 所以你只有這麼下決心了 你才能夠 你知道齊心動念 你那些念頭啊 你不要分別它如何如何的 什麼韋系念的神 它什麼都不是 只要齊心動念 你去想 都是錯的 你就記住一個 應無所入聖氣性 那是絕對正確的 許云老河呢 特別是注重這個應無所入聖氣性 六祖可能開悟也是因為這句話開悟 嗯